我跟你們說 我今天要去做一個 我人生非常重大的決定 我 要去 我都還不來了 清醒啊 你在拍嗎? 在拍 蛤? 我還在跟你點頭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牛 左一頭 太誇張了吧 開始都不講一下的 OK 我跟你們說 我今天要去做一個 我人生非常重大的決定 不是結婚 我已經單身很久了 比結婚還重大 比結婚還重大 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很重大 因為 我 要去 動 軟 了 那我今天呢 要動軟的地方 最後選擇的是台北的送子鳥 如果你真的想要生小孩 那你 但是你現在還不想生的話 那你可以在你的巔峰時期 先去把你 比較玩 比較玩好的軟子 先動起來 先盯著這樣子 我跟送子鳥這次的規劃是 我預計先動個五年 就是 40歲之前 一定要生小孩 一定要讓我找到男朋友 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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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現在掛號 然後等待醫生看診 然後拿藥 就拿條件的 那今天是月經的第二天 算第三天 那第一天血量很少 然後我現在正在血封中 因為你的月經之前曾經不規則 對 對 那所以如果我們想要下個月經平調成的話 最好的方式就是讓你的卵巢就直接休息 就是用口服的避孕藥去做條件 那它的目的第一個就是讓你的月經濃度規則 主要就是說 因為口服的避孕藥裡面是很少量的磁激素 它是直接去取代到你的卵巢的排卵功能 對 所以變成說那樣的身體面的荷蘑濃度 甚至比自己排卵都還要低 所以就不會有過癢的問題 而且我們只有短暫的用21天 就相信它是安全的 好 如果說你家裡面還有月絲的話也OK 你就是從明天 就第三天可以啊 弟弟就開始吃藥 吃完之後新的月經來 你就可以準備進入療程了 OK 月絲是要月經來的時候也要吃 我這樣我已經第三天 OK啊 沒問題啊 沒關係 因為你本身軟巢條件好 你anytime開始吃都可以 好 OK 沒問題 欸 為什麼我這樣知道軟巢條件是好 因為我...我...血流的很多嗎 因為你年輕啊 喔 是嗎 欸 我是年輕的血 沒禮貌 那就先這樣子 好 謝謝醫生 好 謝謝慢慢 那我跟您說一下你回去就吃月 好 那這個指標是看軟巢的軟巢庫存量 對不對 那如果說數值越高 表示庫存的軟巢數量越多 那一次你如果要動軟去軟 一次能得到軟巢科數就越多 我現在動的是最好的對不對 一般動軟會建議大概35歲正負2歲 嗯 就是現在來對了完美 我現在為之意識棒棒 感謝35歲的自己 送直鳥生意中心 關心你 OK 我們先換一下可欣 我的動軟好朋友 嗨 我的動軟姐妹可欣 很少會有這樣就是相約姐妹 因為我個人覺得動軟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真的 我也很緊張 對 很緊張啊 對 一定要拖姐妹一起嘛 要手牽手一起動 對 然後我們今天來到這個手牽手的地方呢 就是送直鳥的新竹總院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去新竹總院 看看裡面到底有多麼的漂亮 走吧 GO 大家好 我是諮詢師黑幣 聽說你們跟個展都會半部一樣的對不對 對 我們每一季的展覽的展品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會有這個一廊主要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院長希望說每一個來這裡進入療程的客戶的話 都可以有一個最放鬆 最愉快的心情 好 那我們剛剛就是已經問了黑幣 就是基本的一些衛教知識 然後我們現在身心靈有稍稍的放鬆了 我們現在準備要去看的是我們軟子存放的地方 那我們就跟著黑幣去囉 走 我們這邊進去的話其實還需要再有兩道門禁 所以其實剛剛真的就是經過蠻多重的關卡 才可以真的來看到說我們軟子儲存的地方 我們真的非常在意大家的軟子共存在哪裡 這旁邊那兩桶銀色的是什麼 液太淡 因為我們的軟子是儲存在-196度C以下 我們就把它時間停止了 冷凍在那一刻 那怎麼斷電怎麼辦 其實這也是我們非常在意的地方 也是很多人會擔心的地方 那我們這邊本身就有做不斷電的方法 因為我們是醫療院所 其實就等於跟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是同等一樣的狀況 就是除非他們短電我們跟著才會短電 我們的軟子放在這裡是很安全的 我們的在台北 但是是一樣的 不覺得來這邊有一種好像做媽媽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們這邊還有兩套電腦系統會幫你做檢測 那電腦我們其實也會怕當機嘛 所以我們每天配胎師也會來這邊做檢測 確保說他們是安全無遺的 所以真的就像說月子中心 是不是都有一個監視系統在看寶寶 我們這邊也有做到這樣子 其實大家也會擔心說 我們會不會軟子有機會被人家盜去呢 那我們除了用門禁來做管控之外 我們每次進來要進行任何動作的話 一定是有兩位陪台師同時進行的 我們不管再做取出來或者放進去 都是double check 我會確認你的姓名跟出生年月日 因為畢竟還是有可能 不會把可親的軟放在我的肚子 我的放在他的肚子 沒關係我們如果真的我們就交換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在後續有一個操作台的部分 那我們送子鳥一直都很堅持 上面只會放一個人的生殖細胞 也就是說就算你們是好朋友 我也不會把你們兩個人的生殖細胞 放在同一個操作台上面 就可以很大的去檢定這樣的狀況發生 OK 那我們就安心了 我們就是可以放心的去 把我們的軟子交給送子鳥 謝謝 我們剛剛在下面來考一下說 送子鳥這個老闆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喜歡藝術品的 四人就是非常的厚雅 該不會連我的那個軟子也可以看畫吧 連冰箱裡面也有畫 對 他說 對 我的小孩會很有藝術氣息 謝謝送子鳥的老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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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